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提升民众施打AZ疫苗的信心 基督市长林又昌 带领民政处长 警察局长 消防局长 卫生局长 及七区的区长等行政官员 到卫福部基督医院 接种AZ疫苗 接种AZ疫苗前 基督市长林又昌 带领大约15位 自愿施打疫苗的 民政处长 警察局长 消防局长 卫生局长 科长 以及七区的区长等行政官员 依照规定 先由专科医生进行询问和评估 填写基本资料后 分别到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区 由林又昌率先带头 接种AZ疫苗 林又昌希望借此提升 民众施打AZ疫苗的信心 保护自己 就是保护别人 我想第一个是因为 因为现在有疫苗出现了 那我觉得因为之后解封或者是包括国际疫情 比较下降 然后慢慢国际上要恢复正常 那所以施打疫苗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动作 所以现在有疫苗 不管是哪一款 我想这个我们都尊重专家的一个意见 我想能够施打 我们就尽量来施打 那作为行政的首长 我想我们有一个带头示范的一个作用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一大早 不只是我还有 我们市政府的其他的 这个在相关规定要进行施打的这些统能 这个相关局处首长 还有七个区的区长 都一起共同来施打 也可以去稍微解除大家对这个疫苗 过去可能报道上有一些疑虑 不过我刚刚自己觉得 刚刚打的时候其实还蛮轻松的 也没有什么任何疼痛啊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 比之前我觉得比我之前小时候 打那个疫苗还更简单 所有人施打完疫苗后 都依照规定到观察区休息30分钟 市长林佑昌和接种AZ疫苗完成的官员们 高举接种疫苗完毕的 COVID-19新冠肺炎黄色防疫卡 展现信心一切安好 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也特地到观察区 关心市长林佑昌接种完AZ疫苗的情况 林庆峰也强调自己已经在一个多礼拜前 接种完AZ疫苗 没有不良反应或后遗症 我自己在一个礼拜多前也施打到现在 其实都非常的好 也没有什么的所谓的后遗症 或是不良的反应 那其实我都觉得在这个里面 其实多施打自己 那施打其实是保护自己 也相对的也是保护别人 那我也希望在基隆地区 希望我们因为这样子推广 在施打疫苗的过程里面 那健康 特别是我们民众的健康 基隆医院医护人员也提醒市长林佑昌 和施打的官员们依照规定 注意自己在接种完疫苗后 48小时内定时回报自己的身体状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 基隆港务分公司 为了要推动港部建设 现营厂商投资 将拆除西岸的四六运职部大楼 并举行开工典礼 市长林佑昌与多位立委议员一同参与 呼吁大家一起来见证 基隆港市的蜕变 这个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所以说虽然我们已经退伍三十几年 但是想回来看一看 还是回来看一看 这个单位不会 但是这里面的一个港口连是比较辛苦 因为他们要运送这些金融货物 就是对这里面蛮有感情的 因为你每次回来的时候 只要看到这里就知道回到台湾 回到基隆了 然后离开的时候也是看到这里 就知道说我又要再回外岛去服役了这样子 一拜 祈求开辟顺利 再拜 祈求拆除平安 三拜 祈求圆满成功 祝福跟道别 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 共同祈求 未来的一个大楼拆除工程 能够顺利平安 让商港的功能再多元化 再强化 让基隆这个百年老港 能够更有竞争力 能够变得更好 其实很感动的地方是 很多东西它虽然迈入历史 可是经过新的整理跟运用之后 事实上它可以带给很多不同的面向 然后可以让这个地方更加的活泡 我看到市长跟士应兄 还有大家的这个规划里面 这个地方拆除完了之后 并不会让它成为空地一片 它是有另外不同的这个规划 在它整体的这个西区的部分 希望能够带给基隆更多的繁荣 我也非常期待看到这样一个发展 知道其实在林市长长期 跟这个士应兄的推动下 我们其实基隆港 它的这个活化 还有它的这个国门再造的计划 其实都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每次回到基隆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 那这个部分市政府的规划 非常的清楚跟明确 那今年我们在10月份 要举办城市博览会 也是优商市长上门之后 对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 总体检跟总验收 那旁边的这个四六印子部 跟我们西四五六号码头 未来会变成是一个这个多功能的商业的 综合的一个商务的大楼 它的高度呢 会超过100公尺 也就是可以高达三十几层楼 将会形成我们基隆港 在西岸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新的国门的一个地标 那结合着我们现在 西二西三的仓库 现在我们港务分公司正在进行整改建 那它是一个历史建物 但是会变成我们基隆港的第二邮轮 旅运的一个转运中心 也会提供未来往来 这个台湾跟马祖的这个官兵跟居民 还有旅客 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机能跟空间 所以整个基隆市港的一个蛻变 有赖于港市之间的一个合作 那在这几年之间 大家看到的这些蛻变 其实都是基隆市政府跟我们港务分公司 一起协力合作 创造出来的一个成果 颇获游客好评的基隆观光巴士 四月十七号将再次上路 今年停靠的观光点增加了三处 将更完善地串联四大观光油漆区 古典造型加上醒目黄色车身的巴士 在路上行驶相当吸睛 推出后颇获好评的基隆观光巴士 将在四月十七号起重新上路 除了原有的七处观光站牌 今年更新增外幕山 旧一会大楼及必杀鱼港三处站点 希望有效串联基隆市区 外幕山郎带 和平岛及八楼子四大观光油漆区 基隆的观光巴士 其实是基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运具 也就是希望利用观光巴士能够服务我们的游客 能够在市区的这些景点 透过观光巴士就可以做一些串联 可以这样子一路玩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大概有七个停靠站 今年我们特别又增加了三个停靠站 包括我们的外幕山 这个是一路沿到西岸 另外还有包括我们的正兵旧的渔会大楼 另外也包括必杀鱼港 这三个站点的新增 最主要是因为这几个景点 除了是受到大家评价很高的 这样的一个景点以外 同时也结合了我们今年的 基隆雨的开放的游岛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另外还有我们的正兵渔会大楼 也即将要整装完成 所以这几个观光郎带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增加这三个停靠点 让游客搭着我们的观光巴士 就可以畅游基隆 4月12号开放上网预购的 基隆观巴士乘车券 分为半日通行券 及一日畅游券两种 售价分别是350元及500元 上网购买4月17号 及4月18号首发票券 还可以享第二人半价优惠 4月12号如果大家上网去预购的话 我们在4月17号18号这两天 因为是最首班发班 发帮车 那我们这个部分有一些优惠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预约的话 4月17号18号这两天的第二位 都是半价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 曾志文也透露 基隆观光巴士将在6月全面改版 希望崭新的造型能成为基隆观光新亮点 争取更多国内外游客搭乘 在随车导览服务人员的细心介绍下 一路畅游基隆三海美景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全台肺炎疫情趋缓 各地的活动也陆续展开 基隆市体育会运动爱台湾 七度健走嘉年华在大雨中举行 吸引了近千位民众不畏风雨的热情参与 在社区妈妈们的扭腰百屯下 又是楼梨球 又是彩带舞 将七度健行嘉年华活动的气氛 找到最高点 楼梨球是健身的 那我们现在更发展到有紫檀鼓 老人都可以来参加 只有手指运动 然后还有现在的就是户外的干带雨 也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我们这个有益身体健康的活动 西隆市七度区的永安公园 一早就聚集热情民众前来参与践行活动 尽管是下着大雨 仍是交不息民众参与的热情 国立海洋大学也特地为民众做免费的体势能检测服务 让民众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希望民众养成有运动的好习惯 然后就是掌握了这些职能以后 这些资讯以后 就是我们能够提供不一样的这些活动的服务 国内肺炎疫情已有虚缓 基隆市体育会举行健走嘉年华活动 希望民众走出户外远离疫情威胁 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表示 健走有一身心更能达到通体疏伤的效果 今天是我们运动和台湾基隆区的健走之第二场 所以下一天我们现场的将近男的将近一千位 而且我们七组的运动嘉年华 很多七组的社羁啊 大家都来表演 疫情比较減满了 而且我们天夜夜要也好 大家到户外走走啊 动运动啊 身体会健康 而且这个是最好的一种运动 正早可以带来身体前身的速度 希望前世四年大家一起来运动 那主要传达就是说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财富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这么一个状况下 那各位也看到这样的效果都出来了 今天下雨天 那也将不惜我们民众对推出身体健康 这样的一个热情 二二二三二四五 大家好 在主办单位和贵宾的民众下 健康活动正式展开 民众沿着基隆河岸步道 一边运动一边欣赏河岸美景 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新鲜空气 对啊这样对身体很健康啊 每天走啊这个大家都可以联络感情啊 为了要健康 健康才要出来健走 那个把那个精神还有那个流汗啊 前女的排汗很好 还有船很多人的对吧 大家都很团体的 年老感情啊 悠然的走在基隆河岸的步道上 即使天空不作美 不在室内走出户外 更是健康的不二法则 那个今天下雨 不过我看起来 大家都非常的信誓勃勃 愿意走出户外来参加这个健康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在基隆河岸各区都举办过 我相信都会到我很多市民朋友的热烈响应 那今天走的地方是在我们柳安公园 也就是基隆河岸走 那之前中央也愿意来承诺 在我们立委的支持之下 争取之下 也补助了一亿多 一亿几千万的这个 要修整我们的自行车道 跟我们的健康步道 希望能建构更好的一个休闲环境 那整个未来建构好之后 会做一个更好的串街 让我们基隆市到新北市到台北市 希望能够让我们市民朋友 未来能够更好的一个健康的舒适空间 我们大家带回走基隆河步道 那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整个基隆河步道 做了很多新的改善 那欢迎各位市民好友去走一走 但是走完之后记得 你的摸彩券要记得 头脑摸彩箱里面 回来摸我们前面的脚踏车 我们的另外一个目标 明年开始以后 整个大台北地区 从我们的台北的大池 到基隆这边 我们全部的自行车都要串联完毕 所以拜托大家 抽到脚踏车的好朋友 记得明年 我们一起吃脚踏车 基隆台北 这样跑来跑去 好不好 不管是西家带眷 还是好友相伴 民众透过健行方式运动 只要常走路运动 就能保有好身材 好健康 中江新闻 基隆采访报道 来看一个公益活动 基隆市总工会 已规划了一个爱心捐洗活动 集结了基隆很多工会的爱心 许多过往街的民众 纷纷响应捐洗 整线基隆人的爱心 来先解 在市区基隆二姓总社的走廊上 看到一群总工会的爱心职工 非常努力地邀请过往民众 一起来参与这个爱心的 捐洗工艺活动 帮助需要的人 而这个活动 是由基隆市总工会所规划 集合了所有工会的爱心 一起来扩大举办 现场来了两台捐血车 方便捐血的效率 而许多逛街的民众 看到这个活动都纷纷响应 展现基隆人的爱心与热血 通常有遇到才会捐 因为这边对基隆市来说是最方便 所以你看到你就会做爱心 对 因为我妈妈她是癌症 所以她当时有用了别人的血 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要捐血 所以就不怕 对不会怕 一蘭節蘭就是有那個精神就對了 非常感恩你們 不會不會 應該的 反秀兼血 首先因為今天我們為什麼會 基隆市總工會在一蘭節蘭在今天的假日 就是一次兼血活動 因為因應我們現在的新冠疫情的關係 兼血量都被減少 又碰到我們現在台鐵的太魯閣事件之後 整個北部的那個兼血中心的血量 都已經減少得非常多 那我們經過我們的基隆市總工會的理監事會 然後結合到我們這麼多的 有三十幾個的基層工會 他們一覽一覽說 發起這個愛心運動來做 玩笑兼血 來救出這些需要幫助的一些我們的同胞們 展示說我們雖然是一個小小的一個職業工人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有 悲天悯人的這種愛心這樣子 通常你有兼血的習慣嗎 有啊 有有有 那你覺得捐血這個活動的話 你的看法怎麼樣 看法就是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他們一講都可以促進自己身體的一些血液的那個代謝 喔 所以你會養成一種捐血的習慣嗎 對 滿好的齁 然後你覺得說這麼多單位一起來這個 推廣這個愛心的活動 對 一般我們的民眾可能像 我剛剛講說基隆市總工會 為什麼是基隆市總工會 基隆市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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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職企業工會 都是在基隆市總工會的所指旗下 其實我們基隆市總工會 總共有102個單位 有102家的工會 那我們就是固定齁 其實我們都會做 同時都會辦理做些兼血活動 但是今天比較特殊說 因為我們真的是整個血褲切 就是滿缺血的 一眼睛來說 結合基隆力量 跟我們接血中心聯繫 都辦成今天的大型的兼血活動 今天非常感謝說 我們今天的我們的市民 在一個下一天 很踴躍的來參加兼血活動 非常感恩 謝謝 雖然台灣最近發生了 重大的不幸事件 但是在社會的每個角落 我們都看到熱血的民眾 讓愛在蔓延 大家都盡心盡力熱情公益 來讓這個社會更加的美好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 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地每周三晚上九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以上就是今天的市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懂得聰明選車 繳納彩道稅我也有一套 現在只要手機下載行動支付APP 掃描腳款書上的QR Code 就可以輕鬆完成繳納 當然其他儀化方式也可以 還有多元繳納管道任你挑選 開始 多元管道超smart 輕鬆繳納動起來 慈雲寺的財神殿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政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雲寺直角求發財規 以祈求能夠財源廣盡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供信眾任養 到了慈雲寺可千萬別忘到財神殿參拜喔 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慾佛節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略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國民黨金融市黨部前主委黃西賢 今年3月宣布退出國民黨 最近請跑基層到派出所分送口罩 還邀請志同道合的朋友 組成進步金融連線 希望找出更好的政策 讓金融更好 同時宣布要參選下一屆金融市長 來到警察局八度派出所 前國民黨金融市黨部主委黃西賢 關心遠景自我防疫工作 親自送上口罩 這勤務非常繁重 因為在轄區裡面 有所謂的餐飲業 喝酒的地方 他們那種口罩進去 都會沾染那個煙的成本 所以他們的汰換率很高 所以我們就會不定期的 希望這個工作持續做下去 今年3月才宣布 退出國民黨黃西賢 勤跑基層之外 還與志同道合的朋友 組成進步金融連線 呼籲不分藍綠 希望大家一起為金融打拼 那我希望在這次我退出國民黨以後 跑了157個里 以我的瞭解 民眾真的是已經對藍的失望 那對綠的當然 整體的行政來講 是有點怨言 雖然說基隆建設還有 那在這種情形下 我就希望我能夠用自己的力量 團結這些沒有黨派沒有色彩的民眾 我們人民的先進前輩們 一起來為基隆未來打拼 宣布退黨 下一步黃西賢公開宣布要參選 下一屆基隆市長 也對其他有意參選的人喊話 我必須坦白地跟各位表達 我對基隆的這種願意付出 願意奉獻的心態 跟我當時為基隆街主委的心態是一樣的 我不懂他們為什麼不敢講 因為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難道就像政治的盤算 把算盤打盡了到最後 我可能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不太對 然後應該是很明確地告訴我們民眾 我今天這一戰我要戰 黃西賢目前計劃以無黨籍身份 來參選基隆市長 他也邀請藝人許孝順加入進步基隆連線 一起為基隆打拼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而黃西賢最近是傳出和民眾黨的高層會面 黃西賢坦誠雙方聊到選基隆市長的議題時 有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堅持 不過也保留合作的空間 在成功一路 基隆老家附近和早餐店老闆 以及客人寒暄打招呼爭取支持 宣布要投入基隆市長選舉的 前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主委 現任進步基隆連線主席的黃西賢動作積極 更傳出最近和民眾黨高層會面 黃西賢並不否認 也坦承雙方聊到選基隆市長的議題時 有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堅持 不過也保留合作的空間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我的主題還是不要去分藍綠 那只要為基隆去盡興就好 那至於民眾黨這一塊 因為之前都有接觸 無黨籍也有接觸 那最近當然我跟他們高層也有在談 就是說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大家一起來為基隆努力 也就是說是不是有合作的空間 那麼就像我成立進步基隆連線一樣 我希望跟這個能夠為基隆真正進步 是認證能夠未來對基隆建設有幫助的 族群人士甚至黨派 只要能夠真心是為基隆 我都覺得有這個合作的機會 那至於民眾黨這一邊是大家所關心的 我跟高層他們也談到 目前來講因為到選舉還有一年半左右 那我們也希望說沒關係各自努力 也許後面大家能夠有這個更進一步的合作空間 當然也就是我們保留了合作的空間 黃西賢強調全市157個里走透透 將帶著各界對建設發展基隆的建言 持續邁進進竹百里猴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陪同或告知 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裁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裁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